把我的心碎 把我的心碎 50多位服飾店員工 從台灣北中南各地來到台北 要遞交勞資調解書 原來他們工作的百貨專櫃老闆 突然人間蒸發 整間公司超過150名員工 全都拿不到薪水 我在這家工作快四年了 那之前其實大致上都還算正常 他們有提到一些 比如說他們錢被領走 被錢裝領走什麼的問題 15號發行日 沒拿到薪水16號就收到老闆訊息 告知公司倒閉 這家連鎖女裝店百貨 加上商場共42個貴位 2017到2018年一年的業績 至少兩億四千萬元 也是全盛實習最佳記錄 疫情後一年也有一億七千萬元 為了配合百貨公司營運部分 貴位店員還是正常上班 加上成戀親手女休閒服飾 一屆上衣價格要價兩到三千元 公司無預警倒閉 他們連離職單都拿不到 也不敢輕易離開崗位 那你十月份沒有辦法給的時候 我們沒有收到 其實影響到我們的生活 更何況是十一月份 一個公司這樣子 我們這麼支撐的員工 這樣子被對待的話 我們等於就是被拋棄了 真的是欲哭無淚 找公司門口 早就已經被雜貨給堆滿了 原來這人裝潢廠商 聽到他倒閉的消息 都把貨物全部都給寄回來 但是其實老闆已經超過一個星期 都沒有再進到公司 截至新聞播出前 業者沒有回應 創立了18年的品牌 卻這樣收尾 北市勞動局也派人到公司寄查 是不是有倒閉這個 可能要後續再去做 經過的查證才會知道 但是因為像目前 我們先初步先處理的是 公司基建員工薪資的這個部分 最高目前這個罰則是 2萬到100萬 員工領不到薪水 老闆又消失不見 只能等待勞動局幫忙 要回自己的血汗錢 體驗新闻 是孟杰曹璋人 台北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 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 小鈴鐺